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心中最酷的旅行就是只拿着手机穿着一套衣服 然后拿一些钱就去旅行什么都不带 因为在这种旅行过程中我只有钱只有手机 只有身上的一套衣服 然后会发生好多好多有趣的事情 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你的钱还没有用 我这次去了泰国和韩国 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我先说韩国吧 我去韩国是吃到了我一直想吃的那个国章鱼 看了一次那个韩国的乱打秀 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泰国的话 泰国我当时拍照的话 是要让我跟一匹马一起拍照 但那个马我本来想 那个马过来的时候我就可以骑马 去转一下兜兜风 结果来了之后 那个马跟我差不多高 或者还是没 或者还没有我高 是一匹特别可爱的小白马 然后说那就不起了吧 只能拍照了 然后跟他一起拍了 差不多一上午吧 还挺开心的 每一个城市的粉丝印象都很深刻的 他们那种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你 包括支持你 就那个热情 我真的每次去了都会很感动 他们都是比较有秩序的那种 不会说我真的想离你近一点 去挤一下什么 没有 见面会有好多城市 我先卖个关子 到时候会一一告诉大家 在演艺旅途中 因为我最近要有一个单曲 不能说是单曲了 是一个EP 是一个EP里边有几首歌 然后包括这几首歌的MV 也都要跟大家见面了 这几首歌包括MV 也都是我用心去唱啊 去跳啊 包括前期的练习 后期的录音 然后再包括后期的制作 所有老师也都很专业 很努力 所以我想大家期待一下 我的首支音乐作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